数以千计的尼日男子在大街上狂奔 以跑百米的速度前往体育馆 不是抢限量商品 原来他们全都想参与民防部队 来保卫国家加入政变上位的尼日军政府 尼日政变持续延烧 这篇领导人蒂雅尼将军最近发布长达12分钟的演说 军政府领导人发出警告说 任何人如果尝试发动攻击 事情将会变得更困难 被视为是在暗示最近刚抵达尼日的 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不要以武力来干涉尼日现况 由奈及利亚前国家元首阿布贝卡 带领的西非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最近抵达尼日 他们见了被罢处的总统贝佐姆 说他状况良好 也跟高阶官员见面 尽管西非经济共同体已经批准 部署恢复尼日秩序的部队 但是他们也强调希望是以外交手段 来化解这次危机 TBN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